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 逐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盐帮菜 在自贡人的儿食记忆中 何种田间地头古货的美味 要用南瓜叶包着来烤熟 就是当小狠的时候 第一个味道 这个蜜肉好嫩呀 酸辣的味道 裹着这个肉的香嫩的细腻感觉 制作技艺复杂又精细 朵朵菊花经验绽放 这究竟是用什么食材精心制作而成 主要食材就是这一点 如果弄破了就报废了 包如蝉翼的猪网油 怎样与鸡肉搭配 做出消失多年的自贡朗味道 肚子里面还有饱了 还有皮拉罩 还有皮拉罩 实在四川位在自贡 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将去探寻那些 历经岁月沉淀 如今显为人知的自贡老味道 在很多食客的眼中 自贡菜可谓香得丰富 辣得过瘾 鲜得更是地道 味道调查员听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自贡曾经流行一道 在田间地头就能成就的鲜辣之味 是很多自贡人心中的童年味道记忆 那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自贡老味道呢 怀着好奇心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樱桃红大哥 您好 是樱师傅吗 你好 我是味道调查员张曼 樱桃红是一家酒店的厨师长 擅长烹饪家常风味的自贡菜 他告诉味道调查员 要想尝到这道当年在自贡田间地头流行的传统美味 就得先跟着他和家人及朋友们去稻田里寻找食材 现在我和樱师傅我们都戴上了斗笠 披上了缩衣 用非常传统的方式来捉扇鱼 原来樱大哥要做的这道菜肴 是他儿时最爱吃的手撕稻田扇 虽然天空飘着小雨 但丝毫不能阻挡大家在稻田里寻找扇鱼的热情 扇鱼肉质鲜美 很受人们喜爱 在我国南方 每年的六月至九月份是扇鱼肥美的时候 此时味道调查员的疑问来了 殷师傅 这么一大片稻田 咱们怎么才能知道哪有扇鱼呢 一般扇鱼都喜欢在田边上打洞 看着这种洞 需要去抠它一下 看有没有扇鱼 扇鱼喜欢在田梗边钻洞 咒服夜出 这里有一个洞 对 这种刮着一条扇鱼 殷师傅 您还是经验丰富 这一摸一个准啊这是 哎呀 慢一点 天哪 没想到扇鱼还没捉到 味道调查员的双脚却已经陷入泥里 还差点栽进稻田中 您还得帮我一下 我现在脚又陷进去了 来 张曼 张曼 你看 抓住一条 万师傅也捉到一条扇鱼 你看一下 挺滑的 你看它太滑了 不能让它跑了 好不容易捉到的 得两个手抓住它 对 就一个手 这样 给它这样盘一下 对 要盘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叔叔 我们只找到了田 我没有找到扇鱼 对 这田里边不亲近有扇鱼 它还有田头还有龙虾 忙碌了一个扇鱼 大伙差不多抓了有八九条扇鱼 这时 殷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 去寻找制作手撕倒田扇的 另一样关键食材 这种南瓜叶要大一点的 大的 颜色鲜亮的 对 这片就很漂亮 让味道调查员好奇的是 制作手撕倒田扇 竟然要用到南瓜叶 这南瓜叶和扇鱼的组合 究竟能呈现出什么样的味道呢 看着雨越下越大 殷大哥说 想尝到这道在田间烹制的美味 只能等雨停了 雨过天晴 樱桃红的妻子陈梅和好友万大哥 带着孩子们找了一个空旷地方 开始挖土坑 这是要干嘛 这个土太黏了 这是 不太好挖 陈梅大姐说 在田间地头挖这个坑 是专门用来烤扇鱼的 这次带着孩子们一起参与 也是为了让他们也体验一下 自己这代人曾经的儿时美好记忆 这一边陈大姐他们忙活着 在土坑里生活 另一边 殷大哥和味道调查员开始处理扇鱼 啊 害怕 我觉得我心里面好紧张啊 包的时候要从最下面 然后把它往上面卷 卷起来 对就这样 不去内脏 不踢骨 先插入钢签 固定好扇鱼身体 再用三四张南瓜叶重叠着将扇鱼包裹成长条 直接放入土坑中用柴火烧烤 这是当年自贡人在田间劳作之余 用来保持鲜鱼原汁原味的独特烹制方式 直接这样摆放上去是吧 摆放上去一会儿用这个柴灰把鲜鱼捂住 然后现在烤鲜鱼的时候 在海椒就烧它一下 这个烤的时间应该会短一些吧 对 烤箱就行了 趁着烤制鲜鱼的空档 将烧至虎皮色的毒蒜 青条椒 小米辣和青花椒一同放入石灸中 再加入当地的晒醋和酱油 就制成了各供人最爱的烧椒蘸水 这个青条椒它是不怎么辣的 它主要是一种清香味的 耐心等待半个小时后 因大哥凭着丰富的经验 判断鲜鱼已经烤熟 对 我们现在把它剥开 现在南瓜叶的颜色都发生变化了 都成黑色的了 忙碌了多时 焦香扑鼻的甜尖烤鲜鱼大餐 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鲜鱼吸收这个南瓜叶的清香味道 就这样把肉撕下来 这种带骨的地方就站一下 用手包着 可爱 你之前有没有吃过手撕倒田扇 真的没有 期待不期待 超期待 只见殷大哥左手捏住扇鱼头 右手轻轻向下一撕 香嫩的扇鱼肉就这样被层层撕开 原来这就是自贡人记忆中的儿时美味 手撕倒田扇 就是当消耗的时候 这个味道 好好 加一点淡水 酸辣的味道 裹着这个肉的香嫩的细腻的感觉 对 味道很鲜美 经过南瓜叶的层层包裹 烤熟的扇鱼保留了原汁原味 并带着南瓜叶的清香 食用时再加上烧焦蘸水的助力 就会在口腔中 复合出鲜咸爽辣的自贡老味道 这是自贡人找回儿时记忆的过程 也是从小到大 深深烙印在一代自贡人记忆之中 来自心底的愉悦 众所周知 自贡人耗食兔肉 常见的有冷吃兔 鲜锅兔 玉米兔等 因此来到自贡 不能不尝一尝兔肉菜肴 味道调查员听说 当地有一道用兔肉来烹饪的经典功夫菜 连很多老自贡人都没有证实过 如今会烹制这道菜的师傅 更是寥寥无几 这又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自贡老味道呢 几经打听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 会烹制这道菜肴的杨学梗师傅 即将退休的杨师傅 想趁徒弟们从外地回来聚会的机会 制作他拿手的经典功夫菜 菊花玉兔 并借此传授厨艺 梁师傅告诉味道调查员 要想做好菊花玉兔 选择上好的食材是关键 看一下这个草草兔 这个是不是因为它是食草的兔子 和这个有关系吗 这名字 有关系 好可爱 它一直在后面舔我 这个肉质可很好 兔肉具有高蛋白质 低脂肪 少胆固醇等特点 肉质细嫩 营养非常丰富 那挑选什么样的兔子 才适合用来制作菊花玉兔呢 抓住 我稍微碰一下 它的耳朵就跑了 白金子干 您帮我在这边留来 一定要抓住这一只 下水块 抓住 这次抓住了 抓住成功了 公兔 不适合做这个菜 为什么公兔的肉就不适合呢 公兔的肉质啊 它跟粗糙 最好是子木兔 刚好陈述的 五兔 这一只 可以 现在几只了 两只 四只 六只 够不够 这样可以了 可以 行 那今天咱们就做菊花玉兔 行 今天杨学 耿师傅 准备和徒弟张富婷 一起烹制菊花玉兔 那第一道公兴是什么呀 全兔出骨 杨师傅说 一只1300克重的兔子 能用来入菜的里脊肉 大约只有70克 可以说 披脊椎骨获取里脊肉 是处理食材 最见功夫的环节 你看它的 做这个菊花玉兔 就需要这样的材料 非常细嫩的肉 这么大一只兔 只有这么一点 所以最少要三只兔 划一刀 这样 刀要立着 立着一点 对 很好 好 这个手就跟着打一起走 打一起走 手拉 对 对 慢点 味道调查员既紧张 又充满期待地 往下切兔里脊肉 感觉刀锋稍有偏转 都会片断那层薄肉 前功尽弃 看来 要想练就这整兔去骨的本领 绝非一日之功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不能把它 不能把它给破了 在杨师傅的帮助下 味道调查员人生第一次 完整地切下了兔里脊肉 好了 好 拿下了 但是没有您那个 造型更漂亮 但是已经成功了 已经拿下了 制作菊花玉兔 单从兔子身上 取出兔里脊肉 就已经大费周章了 可杨师傅说 接下来的操作 还会更考验 制作者的耐心和细心 改划刀之前 需要整理 它一个四十五多角 要先洗 这个布林太用力了 手 要按住这个地方 按在这边 对 间距两毫米左右 对对对 粗了 下面不能够切断 这时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 先将兔里脊肉 积上十字花刀 再改刀成大约 2.5厘米大小的菱形块 在这个过程中 要求操作者 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 不能切断兔里脊肉 同时 每刀之间要保持 大约2.5毫米的刀距 而且下刀深浅 也要均匀 这样才能在后续的烹饪中 保证兔肉形态完好 您看看我这刀工怎么样 我们来检验一下吧 拿水来 下面没有断 上面是 放在水里 这明显的比我做的要好看多了 接下来杨师傅先加一小勺盐 将切好的兔肉稍加腌制 接着取适量葱 姜 蒜 盐 胡椒粉 淀粉 加水调成芡汁备用 杨师傅为什么又放一次油啊 十锅 就是对锅的拉布包锅 一切准备就绪 当锅中的500克克拉油达到两成油温时 杨师傅准备用溜的技法烹制这道菊花玉兔 见证奇迹 哇 要这么快速地给它放到锅里是吧 就是一个瞬间的变化 将之前改刀好的兔里脊肉抖散下锅 在热油顺速升温的同时 快速锅动兔肉 使兔肉散花成形 随即必去锅中三分之二的油 倒入葱 姜 蒜 快速翻炒并勾芡 紧接着顺速起锅 杨师傅 真没想到菊花玉兔的这种做法 会这么快就完成了 好像一下估计几秒钟的时间 它的时间变化就是 几秒 十来秒 杨师傅这溜兔里脊肉的手艺 如行银流水一气呵成 这时烹制出的兔肉 宛如一朵朵洁白如雪的菊花 看着令人赏心悦目 原来这菊花玉兔的名称是由此得来 而作为杨师傅的得意门生 徒弟张富婷也琢磨出另一种 创新口味的菊花玉兔做法 将改刀后的兔米脊肉 逐个下入烧至三成热的油中 将兔肉散出花之后捞出 待油温进一步升至五成热时 再次将兔肉入锅覆炸 当兔肉变成金黄色后 最终捞出一道干炸菊花玉兔完成 伴随着欢声笑语 师徒其乐融融聚会开始 令众人期待的是 杨师傅亲手烹制的菊花玉兔 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上座给你的感觉就是食欲大增 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细嫩 很鲜美 一点点油腻感都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油渣的做法 这个外面是酥酥的很脆 然后里边的这个肉质的 鲜嫩的那个口感还依然保留着 就是外酥里嫩 杨雪梗师傅溜出的菊花玉兔 肉质香润 细嫩无渣 徒弟张富婷用干炸技法 炸出的菊花玉兔 外酥里嫩 不腻不柴 脆口滑爽 今天师徒一起烹制的菊花玉兔 既承载了他们以往岁月 切磋厨艺的美好回忆 也见证了精湛技艺的代代传承 菊花玉兔 让味道调查员对高端讲究的自贡菜赞叹不已 但据说在自贡 还有一道已经失传多年的美味 其制作方法更为复杂 几经辗转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能成功复制这道菜肴的张萍师傅 张萍是一位酷爱锻炼的健身达人 从小受外婆的影响而喜欢上了烹饪 如今厨艺精湛的她 再忙也要抽出时间 陪陪免过百岁的外婆 盆着嘛盆着盆着盆着 对对盆着 张萍小时候常听外婆提起一道 叫做网游罐罐鸡的菜肴 说当年富裕的自贡盐商们非常爱吃 可惜当时因为家里穷吃不起 如今生活好了 外婆想吃却又吃不到了 因为自贡已经没有人会做这道菜了 暗暗将外婆的话记在心里 张萍开始潜心挖掘 学习网游罐罐机的制作方法 直到一个月前 她终于掌握了烹制方式 今天她想烹制出美味的网游罐罐机 来给年过百岁的外婆一个惊喜 那么这道失传多年的 网游罐罐机的烹制方法 究竟是怎样的呢 网游罐罐机顾名思义 鸡肉是其中的一样重要食材 张师傅带着味道调查员 来到大安区河市镇 黄厥村挑选土鸡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张师傅 做网游罐罐机就要选这种鸡子是吗 对对对 现在它三斤半到四斤以内的 就好像是这个 它没有下个蛋蛋母鸡 选到了优质的土鸡 张师傅又对味道调查员说 还需要挑选另一样主要食材 猪网游 它是分在楼层的 没有那个猪网游啊 没有 网游没有啊 这个网游 什么是猪网游呢 在农贸市场里似乎很难寻觅道 转了好几圈之后 张师傅停在一处摊位前 叫什么 猪网游 网游啊 有有有有一点 这还不好找 是吗 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个吧 对对就这个 猪网游是在猪的腹部内脏上 形成的网状油脂 而制作网游网网机 首先就是要把猪网游 整张包下来备用 这个网游它是长细毛 皮子上面也有 这个猪肚 猪子上也有 猪肚子上面剥下来 也要有完整性 这样远的看像一张猪网 但是走进来看 这上面那个丝之间 那个关联是特别密切的 先用适量料酒 葱姜汁将清洗干净的猪网游 腌渍20分钟 这样可以很好地 去除猪网游的腥味 然后剔除鸡的大腿骨 颈骨和翅骨 去除鸡内脏 将整只鸡 变成一个肚子空空的鸡口袋 接着将猪肉丝 下入六成热的油中 快速煸炒 再加入泡辣椒和芽菜 炒成芽菜肉丝 现在我们就往鸡肚子里面灌料 芽菜肉丝线 按照张师傅教的方法 味道调查员将芽菜肉丝 小心地装入鸡口袋中 这里面为什么要装的是芽菜肉丝呢 如果装别的菜可不可以啊 鸡应该主要是玄味 它差香味 用芽菜肉丝提香味 张师傅说 这道名菜之所以会失传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其烹饪程序繁琐 烹制难度太大 将鸡肚子里塞满芽菜肉丝 再缝合好 再用八个鸡蛋清 混合200克豌豆淀粉 搅拌成蛋糊 接下来便进入核心操作步骤 给鸡裹网油 总共有三层 第一层不能把蛋糊 张师傅说 要先用一张剪好的猪网油 直接把整只鸡包裹严实 然后在第二张猪网油上 抹一层蛋糊后 再将鸡包裹严实 而第三张猪网油 同样也抹上一层蛋糊后 第三次将鸡包裹好 最后还要上一次蛋糊 那直接淋上去呢 还是怎么样 就这种地方 蛋糊把它封印 烤出来以后 它更像一个罐罐的样子 所以这个名字叫做罐罐鸡 原来所谓的网油罐罐鸡 并不是在陶罐里炖煮的菜肴 而是因为鸡肚子里装满了芽菜肉丝后 整只鸡形状饱满 在裹上三层猪网油后 外形酷似圆骨骨骨的陶罐而得名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烤制网油罐罐鸡了 把鸡架在烤炉上 先用小火烤三十分钟 来回翻转需要三十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 那再之后呢 之后火还要大一些 要六十分钟 在烤制过程中 火候的掌控至关重要 火候过大 外层的猪网油会被烤焦 而火候过小 内里的鸡肉则烤不熟 耐心烤制一个小时后 接受高温洗礼后的网油罐罐鸡出炉上桌 五代人同坐一席 家宴开始了 姥姥今年高瘦啊 网油罐罐鸡在烤制时 不同部位所受到的火候各不相同 因而焦香程度也不同 最外层的网油蛋护壳 脂香浓郁 晶莹焦脆 包里网油蛋护壳后 露出的嫩白鸡肉鲜香四溢 而鸡肚子里面的芽菜肉丝 混合着鸡肉的香气 更是激发食欲 先给姥姥分一些 尝一下来吧 鸡肚子 我管我管你煎 很香啊 以前还没有吃过的菜 这次专门做给他吃的 你看这个小朋友吃的特别香啊 好吃吗 好吃 还有要不要再吃点 来再来吃 再加一块大的 这个肉特别特别细嫩 因为里面裹了这个芽菜炒肉丝 它那个味道已经融合到鸡肉里面了 这个味道就更鲜美了 非常好 另外还有两种吃法 就这个肉丝加这个荷叶饼 你尝尝 这个饼是软软的 然后里面是香辣的口感 哇就吃完一口就想一切把它吃完了 还有第三种吃法 像有面皮 把这个包上 哇 非常酥脆啊 配上里面的这个菜 刚好把这个油腻感给去掉了 再加一点点酱 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我全都弄得罐罐鸡 油味不腻 第一次吃的 我哥哥弄的这个菜 它费了很多心 今天张师傅用至减至醇的食材 无比的耐心和精湛的厨艺 烹制出这道美味的网游罐罐鸡 能让年过百岁的外婆得偿所愿 尝到惺惺恋念念的自贡老味道 是她一直以来的理想 看着家人满足的样子 她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 来 婆婆 咱们一般出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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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斗转星仪 如今的自贡早已就冒换星岩 没有了昔日 岩都古城商谷云集的景象 但人们在漫长岁月中 总结出的烹饪技法 却传承至今 用南瓜叶包裹烤出的手丝扇鱼 是自贡人童年敬意中 欢乐又难忘的味道 樱桃红大哥 希望自己的孩子们 也能记住这些貌不惊人的 香煎美味 退休的羊血梗 还在不断地教导后辈们 扎实练好厨艺基本功 既要守住传统的自贡菜做法 也能适时推陈出心 热爱健身的张萍 将继续致力于恢复 面临失传的自贡古老菜肴 希望能挖掘出更多的传统自贡老味道 古老的自流井为自贡 带来了无比可贵的井岩财富 而自贡人所积累的饮食文化 也仍然代代在延续 为这座因言而胜的城市 继续注入新的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